最后,在罗马书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基督台前的审判不是要定罪,而是要评估你这一生为耶稣做了哪些事工。 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起,说得很明白,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起,保罗谈到建立教会, 他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河阶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是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到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另一个版本说像从火里逃出来一样,这是基督徒所接受的审判。 首先,我们要在基督耶稣上立下根基,别无其他根基,然后我们要决定自己所摆上的是怎样的服饰。 容易拿到的东西,数量也很多,像是草木、河阶等等,但是这些都要被烧掉。 比较稀少珍贵,难以取得的是金银宝石这些东西。 有些人是以量来衡量自己的事工,但那不是神衡量的方式。 我要给你几个建议,好让你今生的服饰和摆上能征得起火的事业。 我建议你用三个方式来衡量自己的服饰。 第一,你的动机是什么?唯一可以接受的动机是荣耀神的名。 可惜,教会所做的事工,很多都是为了人的荣耀。 我个人的观察和心得是,教会最大的问题是牧师自己的野心,成为最大的教会。 有最多的会友,最多的神机。 这些都会被烧尽,因为动机是错的。 格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保罗说,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服饰只能出于一个动机,那就是荣耀神。 讲到这里,神要我暂停一下,让大家好好省察一下, 自己服侍神的动机是什么。 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到, 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 我想心意更新跟没有更新差别在于, 没有更新的老我是为了让自己得着利益, 更新的想法是为了让神得荣耀。 两种动机完全不同, 这一点在婚姻上也很适用。 婚姻不幸福的人通常是因为心意没有更新。 两个人的心态都是谋求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快乐, 这就注定造就不幸的婚姻。 正确的动机应该是我能付出什么, 而不是我能得到什么。 当两个人全心为对方付出, 婚姻当然幸福美满。 关键就在于动机。 动机很重要。 第二点, 工程要经得起火烧, 就必定要顺从神的话语去建造。 话语是唯一的根基。 马太福音七章, 耶稣提到两种人, 一种建造在磐石上, 一种建造在沙土上, 这个比喻它的结论是什么呢? 一起翻开《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七章 二十一节起, 这是耶稣说的话。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所以, 唯一蒙神悦纳的动机, 是遵行父的旨意。 接着, 耶稣又说了一段话, 让某些人听了很刺耳。 他说, 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我曾经靠着神的大能和恩典, 赶出许多鬼。 我也亲眼见过许多神迹, 更是常常发预言, 但我进天国的盼望, 并不是以这些作为根基。 倚靠这些的人是很危险的, 进天国只有一个必要条件, 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 第三, 服侍必须是倚靠圣灵。 罗马书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 保罗说, 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 我什么都不敢提, 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 并圣灵的能力, 使外邦人顺服。 保罗说, 我所做的统统不值一提, 只提圣灵透过我所做的, 我们的服侍只能从圣灵支取力量, 不能倚靠别的力量。 所以要具备哪三个条件, 事工才能经得起火的试验呢? 首先动机, 是要荣耀神。 第二, 你服侍是遵照神的话语, 还是按着自己的意思, 自己的规矩。 第三, 你使用的是圣灵的全能, 还是靠着自己的能力? 现在要讲两种审判, 耶稣说了两个比喻, 我不知道该怎样讲解, 所以我会照着念出来。 第一个是十定银的比喻, 定这个字是银子的度量横, 也就是钱的计量单位。 这个比喻在路加福音十九章, 路加福音十九章, 叫做十定银子的比喻, 定是数量相当小的钱。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节, 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 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 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 就另设一个比喻说, 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 也就是说, 这个人要很久才会回来, 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 交给他们十定银子, 每个人一定, 对他们说, 你们去做生意, 只等我回来, 换句话说, 叫他们去赚钱。 他本国的人却恨他, 打发使者随后去说, 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 他寄德国回来, 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 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 神在末了也会解释我们天上的户头。 头一个上来说, 主啊, 你的一定银子已经赚了十定。 主人说, 好, 良善的仆人, 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 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 所以, 我们今生忠心的服事, 将决定我们在永恒里的位分, 和我们在神国所能负担的责任。 第二个来说, 主啊, 你的一定银子已经赚了五定。 主人说, 你也可以管五座城。 但是, 主人没有称他为良善的仆人, 主人对他的评价比较低。 又有一个来说, 主啊, 看啊, 你的一定银子在这里, 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 我原是怕你, 因为你是严厉的人。 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主人对他说, 你这恶仆, 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 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 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 等我来的时候, 连本代理都可以要回来呢? 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 夺过他这一定来, 给那有十定的。 他们说, 主啊, 他已经有十定了, 大家都觉得这样做很奇怪, 已经有十定的还要再有。 耶稿接着说, 我告诉你们,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请注意, 大部分的人不是这么想, 但故事的结局却是这样。 还有一句话, 至于我那些仇敌, 不要我做他们王的, 把他们拉来, 在我面前杀了吧。 耶稣在这里是审判官, 这里他不是救主, 而是审判的主。 记着, 我们的救主也是末日审判的主, 他的救赎何等完全, 大有功效, 他的审判也是这样。 你心目中的耶稣是审判的主吗? 还是你只认识良善温柔的耶稣? 赞美主, 耶稣是良善温柔, 但他不只是这样, 耶稣还有另一面, 他是审判的主。 眼目如同火焰, 口中发出一把两刃的利剑, 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 脚好像在炉中练光明的铜, 约翰在异象中一看见主, 马上扑倒在他脚前, 像死了一样。 这让我很惊讶, 在所有使徒当中, 约翰跟耶稣的关系最好, 最后的晚餐, 约翰是靠在耶稣怀里的。 约翰也看到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向门徒显现, 为他们预备早餐, 这件事让我非常感动, 耶稣亲自为门徒预备早餐。 总之, 约翰和耶稣这么亲近, 见到审判的主他却扑倒, 像是死了一样。 我认为这样的事需要发生在教会。 教会是耶稣最亲近的肢体, 但教会需要认识审判的主, 就算在他的脚前扑倒, 我们也不至于受伤, 这是教会需要学习的。 现在来解释这个比喻。 首先, 赚最多的得到更多, 这是一个原则。 有一次神给我全能医治的恩赐, 我曾为长短脚的人祷告, 较短的脚竟然长了出来, 好几百个人得到医治。 我跟他们说, 神医治了你, 祂的能力在你身上动弓, 自己站起来吧。 我看到许多人就这样得着医治, 但是我的牧师朋友们却说, 弟兄, 你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圣经教师, 如果你到处为长短脚的人做医治祷告, 跟你的名声恐怕不太符合。 我想他们也许说得对, 于是我向神祷告, 神就回答我说, 我给你的是一个恩赐, 我才明白这是信心的恩赐。 处理方式只有两种, 越使用就得着越多, 不使用就失去恩赐。 于是我决心使用这项恩赐, 好得着更多。 荣耀归于神, 我确实得到更多。 记住, 无论得到什么恩赐, 你有两个选择。 越使用越加增, 不使用就失去。 还有要记得的就是, 你今生的服饰将决定 你在永恒里的位分。 转十定银子的管理十座城, 转五定银子的管理五座城, 今生月中心, 永恒的赏赐就越大。 耶稣并没有称赞他们是良善成功的仆人, 他是说良善忠心的仆人。 许多人非常重视成功, 却不重视态度上的忠心。 耶稣对没有赚钱的仆人说, 你也许没有做生意的才干, 但总是可以放在银行赚一点利息。 这里证明赚利息并不是坏事, 只有在某些情况是不好的。 这个比喻教导我们什么呢? 个人可以怎么做呢? 或许我没有很大的事工, 我不是传道人, 也不是高级主管, 我没有什么天分, 我能做什么呢? 放在银行里。 什么意思呢? 这是我的理解。 找到一个真正会结果子的事工, 检查, 试验, 并投资在里面。 这就是把钱存在银行里。 主再来的时候, 你会拿到利息。 阿门, 现在来看第二个比喻, 跟第一个相似, 但有点不同, 这是才干的比喻, 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两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 注意, 在先前的比喻里, 每个人给一定银子, 但是这里一个人给五千, 一个给两千, 一个给一千, 是按照每个人的能力, 把银子托付给他们。 所以要了解, 神给的才干是按照每个人所能承担的。 如果你会用五千, 他就给五千, 如果你会用两千, 他就给两千, 如果你只会用一千, 他就给一千, 他是根据你所能承担的, 托付给你。 所以接着看, 那零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五千, 那零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两千, 但那零一千的去掘开地, 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账。 各位, 主再来的时候, 他会跟我们算账的。 那零五千银子的, 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 主啊, 你交给我五千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五千。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这里同样的原则, 你今生的服事, 会决定你在永恒里的位分。 那零两千的也来说, 主啊, 你交给我两千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两千。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这里的原则有点不同, 一个赚了五千, 另一个赚了两千, 但是这两个人所得到的称赞完全一样, 也就是说, 神看的是百分比, 如果你得到的是五千, 他期待百分之百的报酬率, 也就是五千。 如果你得到的是两千, 他期待你再赚到两千, 他了解你的能力到哪里, 他不会要求你去做超过你能力的事。 继续看, 那领一千的也来说, 主啊,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恋,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 埋藏在地里, 请看你的圆银子在这里。 主人回答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这里提醒我们, 懒惰是一种恶行。 教会大都比较不接受酗酒的人, 不让这样的人来聚会, 但是许多教会却接受懒惰的人。 其实在神眼中懒惰比酗酒还糟。 我觉得耶稣会是这样判断的, 但是各位, 我不是说酗酒好, 这也是罪, 只是我认为在神眼中懒惰是更大的罪。 主人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恋, 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 到我来的时候, 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这里又是相同的原则, 如果你不懂得做生意赚钱, 就要把钱存在会结果的事工里, 夺过他这一千来, 给那有一万的。 注意, 得到更多的是那个本来就有的人,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这句话在新约里用了好几次,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我发现在经文当中, 每次讲到这一句话, 都是用来指那些原本有机会蒙佛的人, 他们原本有机会进入天国, 他们不是那种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而是那些终其一生听到神的话语, 却从来没有觉知的人,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他们会遗憾地说, 我本来可以进天国的, 我一直都有这个机会, 却迟迟没有进去, 现在我被永远地丢在外面黑暗里。 太惨了。 我再讲一件事。 被赶出去的这个仆人, 也是那些尾身最少的, 拿到一千银子的人。 我发现在教会里也是这样, 基本上才干多的人会懂得付出, 很有能力的人会去做一些事, 但是才干不多的人会懒懒地说, 我什么都不会, 能做的事不多, 所以我什么都不做。 这种人最后会被弃绝的。 现在我把这两个比喻里的原则整理一下。 第一, 我们今生的服事, 决定我们在永生里的位分。 第二, 恩赐不去使用, 就会丧失。 第三,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 就是罪。 雅各书四章十七节, 因此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做坏事是一种犯罪, 但故意不行善一样是罪。 接着, 我来分析一下, 马太福音第五章, 有三种人不讨神喜悦, 是神所弃绝的人, 不预备游的愚昧童女, 领一千却不赚钱的仆人, 和不帮助主内弟兄的山羊, 他们都是不能进入永生被神弃绝的人。 于是我就想, 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 会被神弃绝, 是做了什么吗? 结果答案很简单, 他们什么都没做, 只要这样, 就会被神弃绝, 什么都不做。 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